好,根據我們剛才的討論 那現在這個 它叫我們把這個雙變數函數 它叫我們求這個 F對X的偏微 還有對Y的偏微 然後呢,把這個 EE這個點把它帶入 也就是要求在 這個函數在EE這邊的偏導數 偏導數 那我們在求的時候呢 就直接把這個F 對X做偏微分了 那麼我們就不再 使用這個基本定義 那直接使用剛才的這個觀念 那這個X平方呢 微分就變成2X 那這2Y呢 2XY微分以後呢 因為X被微分剩下1 那 前面後面這個2跟Y 都是這個X的係數 所以呢,它微分以後呢 就剩下這個2乘1 再乘以Y,也就是2Y 好,那麼 X微分變1 所以只剩下它的係數2Y 那接下來這個Y平方這一項 微分變0 那3X微分呢 剩下3 3X微分剩下3 那後面這個2Y呢 它沒有跟X乘在一起 所以這是常數 常數微分變0 那後面這個E微分也變0 好,那 微分好了之後呢 我們再把這個 11這個點把它帶下去 求這個函數呢 在11這邊的偏倒函數值 那我們把上面這個式子裡面的X帶1Y帶1 所以呢 整個就是2加2呢 再加3 那因此呢 它就等於7 好,它就等於7 好,那這是第一個部分 接下來呢我們再把這個式子 從這個 呃 把它對Y做偏微 那這個partialF呢 over partialY 把F對Y偏微 那同學參考一下 這個第一項X平方 這個沒有跟Y乘在一起 這個是四維式常數 所以微分變0 那第二項呢 這個2XY 這個2X是Y的係數 所以它微分以後呢 就剩下這個2X 好,係數2X 留下來 這個Y微分變1 Y對Y微分變1 那接下來呢 第三項 這個減的 Y平方 Y平方呢 微分以後變成2Y 我們現在是對Y微分 所以Y平方微分變2Y 好,那麼再過來呢 3X呢 對Y而言它是一個常數 然後呢 減2Y微分呢 剩下-2 剩下它的係數-2 後面這個1微分變0 好,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對Y微分偏微結束以後呢 我們再把這個11給它代入 那這個11代入的話呢 它就變成了2-2 再-2 所以呢 這個偏導數呢 就是-2 這個偏導數就-2 那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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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5-6 5-6